因為工作忙嘛 那我覺得我的孩子 我就希望 就保母在帶的時候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夠 補足我以前所沒有的 非常差的 非常差的手法 只是很多人會有經歷這個 我過去就是太辛苦 太可憐 所以我在補 其實我在補我自己 看起來是補我兒子 結果我就 那妳主要補他 我補他就是只要是 他要的我就買給他 比方說 比如說我就是 只要看到這個東西是 目前是因為我兒子 他是兒子 所以最新的玩具啊 最好的對的他會好的 全部都買給他 我覺得我是在巴結 看起來是在巴結他 甚至在巴結我童年的我自己 我看到Mary姐這本書 有一個畫面 妳看一下 雖然她用很漫畫的方式 妳看 這看起來很好笑 對 這個跟她一個小孩 這個姿子 這個腳也長吧 就是板檔 她要站在腳 妳要站在路上 這個也有姿子 還有笑微微 這是我姊子 姊女 這是Mary姐 然後這個是我 這貴貴你知道嗎 貴貴 貴貴 差不多13歲 應該那時候叫12歲 10歲是12歲 差不多16歲的過一 6三那條 就是我家裡姊姊開的 其實是 我家裡姊姊開的 然後我就這樣子工作 但是其實很快樂 所以童年好匱乏對不對 其實你說他是阿信嗎 還是說 我說你的物質生活是很匱乏的 是匱乏 因為在那個時候很多都是匱乏的 然後我就這樣子工作 所以但是我心理上 我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很幸運 我跟你講那時候不是打開就有熱水的 那個是要去拎水來沖頭髮的 所以那個整個過程是墊腳洗頭 然後你還要再去淋水 來到這個客人的旁邊 再搖起來幫客人沖頭髮 是這樣的過程 Merry姐 貓妹問一下 你養母對你好不好 我養母很疼我 非常的疼我 因為我肚子痛 我小時候是肚子一直都在痛 聽說那個是要在14歲以前 就是就一直在肚子痛 然後媽媽用什麼方式幫助我呢 就是看醫生也沒笑 那就是用她的背背著我 拱我的肚子 讓我肚子得到溫暖 媽媽是這樣疼我的 其實還好 養母還好很爛 所以感情上雖然物質很辛苦 可是感情上是有給你支持的 可是我媽媽打起來很痛 養母打起來很痛 對 因為她沒有小孩 她不懂的那種 不然打起來是這樣 這樣要有什麼用 不是 以前是用秀誰啊 秀誰啊 趙姐醫啊 竹子的那個 那竹子然後三根在一起 這樣不用用力氣 你就包上一條一條 Merry姐 因為她養母過世的時候 我們安息禮拜有去啊 可是她有 你有祭啊 有威樂 有孩子 那都不是你媽媽生的 都不是 我媽媽都沒有生小孩 我媽領養我跟我姐姐 然後我姐姐用招罪的進來 然後我姐姐在生四個小孩 然後這四個小孩是誰帶 我媽媽帶 姐姐出去工作 然後我是很小的時候在家裡 就幫忙帶著 帶著小個小孩 你們家生十二個 你是最小的嗎 第七 那為什麼送不送 最小的要送你呢 媽媽是 那個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中男生跟女生 宜蘭人是男 兒子要留著 所以大姐是第一胎 所以大姐沒有送走 我跟妹妹都有被送走 送走爸爸的態度呢 我爸爸不知道我被送走 有一天我爸爸經過 我被送走的這個村子 聽說我去抱著爸爸的腿 因為我爸爸不知道我送走 爸爸為什麼不知道你被送走 出去工作 爸爸都出去工作 古早人很辛苦 我被人家都不知道 太多了 找一個也沒有看出來這樣 這是什麼邏輯 可是我為什麼那麼愛我爸爸 一定爸爸很疼我 非常的 非常的愛爸爸 所以後來二哥不是把我背著走 這個二哥 爸爸很早就走了 然後二哥背著我 可是走走的是出去外面 還是死掉了 是了 大概我待 我待七八歲吧 爸爸走 可是你其實 你也跟生父沒有什麼相處 可是你感覺他愛你 沒有 我哥哥跟生父很像 我就把二哥當成我的爸爸 等一下 所以你去抱爸爸的時候 爸爸怎樣 反應 就鄰居就問說 這小孩誰怎麼會抱著你 他這是我女兒 那你女兒怎麼會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被送走 所以你去 你本人去的孫子 你們生父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爸爸一定是常常不在家 媽媽生十二哥 他沒跟你討論過 他如果很痛苦他要討論過 對 但沒有 我不知道過程是什麼 有 你長大也沒有去問過 對 爸爸在我的印象裡一直缺錢 他必須要養這個家庭 一直缺錢 因為你來不及問 因為七八歲他就過世了 對不對 對 我很小時候爸爸的 所以你把爸爸的感情都在二哥那 對 在二哥身上 那二哥很疼我 多疼你 二哥是疼到是常常要到養母家 背我回家的 那很遠長時間要去背回來 對 哥哥是把我當寶貝的 對 所以二哥很早就有走了 二哥走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種難過 沒有辦法形容 多大的時候 二哥走的時候 二哥走的時候 已經我們都大了 因為我二哥是大概 七十歲左右走 都大了 二哥怎麼知道 你把那個感情 當作是老爸的感情 他知道 他很疼我 非常非常的疼 其實他也很捨不得你背 那個 所以那個 層到躲起來也把我藏起來 所以長大之後 就跟二哥有很多的互動跟聯絡 非常多的互動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聽聞歌 那小孩也很高興 有六個才有 你演得很帥 開始拍攝 然後比較喜歡 畫畫 好 其實我們覺得 人有時候會有一種自癒的能力 就是說我們盡量 讓好的畫面 滅留在我們的印象裡面 讓那些不好的畫面 能夠盡量縮小 那時候靠我們後天的這個努力 對不對 不過總結你的同理 你在書裡面寫說 其實是不快樂的對不對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在小學的時候 同學在玩 在玩跳繩 玩很多的 我就是躲在旁邊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 一直覺得自己無價值感 好像他們在玩跟我沒關係 事實上他們不要跟我玩 其實是因為我受傷太重 所以我就常常就覺得自己是沒有人要的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朋友也不要跟你一起玩 所以我那個無價值感就變成 後來是在我的成長裡面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對 到後面是個很大的動力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親戚來我家 就會問我媽媽說 她是剛好嗎 就是那個臉隨時 那個臉就是 常常就說的台語叫做浩蘭明 就是那個臉都是剛哭過的 浩蘭浩蘭這樣 對 就是不快樂嘛 但是呢 當我逐漸長大的時候 我發覺到我有一個動力 那個動力就是 我要怎麼樣去讓自己 已經懂了 就是要透過工作 讓我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所以那個就叫做成為一個不斷的工作 工作狂就是這樣來的 那你的浩蘭明是因為逼你吃湯圓嗎 我那個浩蘭明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常常會躲在旁邊 然後就很不快樂 為什麼要逼你吃粉圓甜湯 不是逼我吃粉圓甜湯 是媽媽疼我 然後你跑出去玩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媽媽就說 叫我回來吃那個婚儀 就粉圓有沒有 就是青蛙下蛋那個 然後我就回來說 一看只有半晚回轉頭就走了 出去就跑掉了 我再提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媽媽疼我 我不可能有這個動作 就是媽媽太疼我了 半晚我不高興 我要整晚 所以雖然我童年一直是不快樂 但是這個媽媽一直是疼愛我 可是我覺得這樣有點矛盾 她既然疼你為什麼你會不快樂 就那個傷痕重 就是你的生母就是把你送給別人 被唾棄的那個感覺其實是傷痕重 那那養母會不會覺得很挫折 那會這麼愛妮 你一天才不要這樣 養母也會打 養母也 養母沒有不懂兒童心理學 在那個年代不可能 多重 那個時候沒有兒童心理學的 絕對不可能 現在的社會 我們也不會去懂兒童心理學 媽媽我覺得你當時真的太任性 你應該吃那一碗粉圓 因為那個時候的粉圓 是沒有添加物的 後來 你會吃到天然 後來被打了以後還是半碗吃光 還是有碎 你沒吃到放四三檔來打 還三檔來打 小時候有人會說 哇 你這個小孩這麼可愛這麼漂亮 沒有 我童年很醜 真的很醜 因為那個臉都是 看到都是皓然明怎麼會可愛 然後又很瘦 因為那個叫做一個小孩子 你嚇到他 他真的會很 就是不快樂到 連吃飯都沒胃口 我的童年就是吃不太進去 然後就身體不好 然後都很瘦 其實已經是 嚇到已經整個是 心理上已經嚴重的創傷 那很醜會想要穿漂亮的衣服 那是我的本質 我就是愛美 所以跟我後來作為造型師 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就是 媽媽在洗完澡的時候 要拿個衣服給我穿 我還會瞄一下 她今天會拿什麼給我穿 所有的櫃子裡面 每一件也很難看你知道 但是就是我那個期望 我就是提到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從小就愛美 雖然不漂亮就是愛美 那上學呢 上學班上有幾個養女 我們那個時候 班上幾個養女 我當然不會知道 但是呢 同學知道你是養女嗎 同學知道 同學知道 我應該是屬於那種 大家都會比較會看到 我的身體不好的狀態 比如說我今天在操場 我們是不是 童年的時候都會有做體操 對不對 在招會嘛 招會結束的時候 我可以在招會還沒有結束 就昏倒了 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因為吃不下飯 真的 所以我是生病長大 在學校我是怎麼排名你知道 是那個 是不會念書到 從後面排過來 大概是第五名 從後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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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不到 所以你國小畢業就去美髮店 做事了 那是我們姐姐開的 畢業以後就去工作了 姐姐開的店後來不是關門了嗎 關門以後我就在外面工作 還是美髮店 其實我去外面工作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感覺 我的想法就有一些改變 我對我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就在我大概在十五六歲的時候 我對我的未來 整個已經開始有不同的想法 為什麼 離開一個間店之後 我相信 對我相信 我把這個產業學會 我會是一流的設計師 這自信哪裡來的 那個概念就一直 我覺得這是上帝給我的 因為我就一直覺得我會是一流的設計師 你離開你們這些店後 你有去哪一間 我就在羅東先做嘛 然後再到宜蘭 然後在台北 我說老闆給你五歲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個好像就是我的同事 我們同樣都是助理 然後我們美容美髮院有一個特色 一定是會有一個通鋪 然後大家就睡在一起 以前是包吃包住喔 對 現在還是美容美髮 美容美髮都是這樣 都是包吃包住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就一個睡在我旁邊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呢 身上旁邊有錢 原來老闆的錢丟了 那個錢在我旁邊的這個助理 他掉了 所以我還在睡啊 結果人家來翻的時候 錢在我旁邊啊 所以就認為我偷了 喔唷唷唷 怎麼辦 後來就是你也沒有辦法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店去工作 去工作的時候 這個老闆再去跟那個老闆說 我會偷東西喔 是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 這個都是整個的過程喔 等一下 這一段我覺得 可以再講多一點就是說 當時你是受到什麼樣的質疑 那你是怎麼樣的去跟他們解釋 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我那個時候 也沒有那個智慧可以解釋 我只知道說 我這個地方被誤會 我就必須換另外一個地方 那你不就等於承認你偷錢嗎 那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 那時候才15歲 你沒有能力處理這個 他就直接說 這錢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這樣 其實他們認為這個錢 怎麼會是我偷 然後就是裡面會有傳言這樣 他也沒有來問 就我的印象裡如果有來問 我應該會說我不是我偷的 可是不會相信你吧 不會相信你 連問都沒有問你 就直接又判你就是自己偷了 那你去另外一家老闆又去 又去偷頭說你會偷東西 那個老闆 喔 態度非常不好 態度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你又再換一家 那個時候我就應該就是 轉到另外一個縣市工作 我是住羅東 再轉到宜蘭工作 可是每一次的轉換地點 我發覺到我都累積了 非常好的工作經驗 但是我的工作是 我那個時候我就看到我自己 有一個很大的優點